台東10號清晨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 一輛機車和汽車發生相撞 汽車打風玻璃被撞了一個大洞 而機車直接被撞擊零件散落一地 機車蔡姓女子一度休克 經送往台東馬街醫院救助之後 恢復了心跳 而整起車禍事件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救護車急死而過 將車上重傷的蔡姓女子送往台東馬街急救 10日凌晨1點 在台東市中華路2段619號的巷口 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事故 一輛雙載的機車從巷口騎出來後 與另外一輛由理性男子駕駛的製小客車發生車禍 猛烈的撞擊 也把黑色轎車的擋風玻璃撞出了一個大洞 駕駛說機車的車速很快 根本沒有時間反應 就從那個航空中衝出來 然後就不會互動了 就直接撞機了 那你帶你速度快嗎 她的速度快 我的速度是差不多四五十 對啊 騎乘機車的17歲蔡姓女子 一度沒了呼吸心跳 救護人員不斷的施移心肺復甦術 所幸女子在送往台中馬街救之後 成功撿回一命 目前仍在觀察中 而另外一位被載的16歲的陳姓女子 則是全身多處擦傷及骨折 送醫後並無生命大礙 整起車禍事故的發生原因 以及責任歸屬 則有待警方進一步的釐清後才能了解 另外也呼籲未滿18歲的民眾 切勿無罩駕駛 以免發生難以挽回的遺憾 記者陳姬林台東市報導